电视剧《我的青春遇见你》正在热播 剧中江炎饰演的李昭帝和陈也在婚姻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那么李昭帝的结局是什么呢? 一起来了解下吧 《我的青春遇见你》根据著名作家滕潇兰的小说《城里的月光》改编 有新锐导演李牧歌指导 崔然于帆联合编剧《魏千祥·江炎》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了一对平凡却不平淡的小夫妻 《陈也·魏千祥氏》和李昭帝·江炎氏历经十年风雨共同成长 追求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 本剧讲述了九十年代三个不同家庭 三对不同情侣历经十年风雨 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 既有婚姻和爱情的浪漫激情 亦有家庭和生活的跌宕波澜 有平凡小夫妻 《陈也·魏千祥氏》和李昭帝·江炎氏历经十年风雨共同成长的不离不弃 也有来自宫心家庭的学霸陈坤、杨童和干部子女苏娜、杨依童 在家庭矛盾和理想中的挣扎和徘徊 亦有拜金夫妇刘强、雷家和李来地、徐臣子 为我们增添了许多欢乐和思考 该剧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 不仅重回旧时光 展现了九十年代时代变革大背景下简单淳朴的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折射了温暖的亲情、灵灵情、动人的爱情 用细腻的情感和真实的人物打动人心 江炎饰演的李昭帝是一个有娇气、有脾气、有傻气、有孩子气的可爱小女人 外在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骨子里却是蠢到深处自然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铺路工人陈也对商场营业员李昭帝一见钟情 用尽花招求婚成功 许诺婚后考托福出国、升官发财 待昭帝奔小康 据了解 昭帝自小娇身惯养 婚后小姐脾气见贤 为支持陈也考托福 包揽全部家务 最终陈也落榜 出国梦碎 单位药臣也交入党申请书 自以为被提拔 昭帝做起官太太梦 高调炫耀后美梦落空 陈也下岗 经历做医药代表被骗炒股失败的打击 渴望的美好生活渐行渐远 查出不运的昭帝彻底绝望 在海归商人的攻势下 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坐在车里的昭帝 看到陈也冒与韬银沟的身影百感焦急 跑入雨中撑伞陪伴 两人相约再不分开 一年后 昭帝产下一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